大家好,很多花友啊,总是发现自己的蝴蝶兰开花,没多久马上就凋谢了 大家看我这几盆蝴蝶兰啊,开花已经开了很久了 那么今天就教大家几招能够有效的延长蝴蝶兰的花期,让它开花时间更长 首先第一点就是要适度的遮阴,这个时候呢,不要过度遮阴 蝴蝶兰呢,我们把它放在一个光线明亮的地方 不要强光紫色,也不要过度的遮阴,这样开花时间才能更久 第二个呢,就是要停肥,胡连兰在花芽分化期等到它花渐长到10公分 以前我们呢,都用拧甲肥来促进它花芽分化 等到花渐长到10公分以上,我们再改施花多多一号这种均衡肥 但是等到它的花苞开始漏涩之前呢,我们就要停肥 如果这个时候继续施肥啊,会加快植株的新陈代谢 会让它花朵开得快,叼得也快 第三就是保证有适宜的温度 像现在夏季啊,我们一定要给它适当的降温 把温度降到25度以下,这样开花时间才更长 不过也要注意,温度也不能够过低 一定不能低于12度 保证在12度到25度期间,花朵才能够超长待机 第四点就是要控制好浇水 在这个期间呢,水分不能过多 如果水分过多,在水分充足的情况下 蜘蛛肉会进入营养生长 这样就会抑制到它的生殖生长 导致它开花时间比较短 那么我们平时呢,保证盆土处于一个微润的状态 或者是呢,经常呢,给它喷喷水物 保证足够的湿度就可以了 把这四步做到位了 你的蝴蝶兰就能够像我这两盆一样超长待机 好了,本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